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事吗 没事 幸福快乐 离开你那么的难过 何苦非要装作洒脱 你爱我吗 就算真的不爱我 别管我付出什么 你只管笑一笑待过 亲爱的 是我离不开你了 就让我一个人默默 守着你也好过 你爱我吗 当你哭了 心都碎了 那个怎么回事啊 有些事经过才懂得 我能躺在你的手吗 还疼吗 离开你那么的难过 何苦非要装作洒脱 来 把这汤喝了 该去医院了 算了 你去吧 去 这就去 我也不想听那大夫老的 我是说你找悠悠去吧 你这又何必呢 悠悠现在心里边肯定也不熟 去找她吧 你怎么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 不是 那个 悠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好好的 别跟我扯动扯戏的 你现在是不是跟林总凡在一块呢 没有 你让她接电话 你烦不烦哪 都说了没有 我没跟她在一块 不是 你告诉我 到底悠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跟我来回说来说去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就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 他俩分手了 不怎么又 又分手啊 这次是真的 不 这林总凡不是施着疫住着院呢吗 他有着病 他 他怎么还这么混蛋呢 怎么回事啊 他恢复了 恢复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没几天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宋凡不想太多人知道 如果唐富山知道的话 事情只会更加棘手 那你们就别让悠悠知道啊 本来就没想告诉他 可是他们俩这么相爱 怎么可能瞒得了悠悠的眼睛啊 那你 那你现在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现在是什么情况 谁也不理谁呗 我跟宋凡在筹划下一步的事情 悠悠我也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行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先这样吧 我先挂了啊 好 刘大良的您好 对 他都知道了 他帮了我很多 如果没有他的话 好多证据都拿不到 他不反对吗 毕竟他妹妹和佳怡在一起 他当然担心了 可是在我的寻寻善诱下 他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理解跟同情了 宋凡 你跟悠悠 真就这么算了 算了 我觉得你 你变了 雨晨 你知道吗 经过这两次私立逃生 我有了一次特别奇怪的感觉 我觉得对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 你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你最重要的事情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好我父亲一个清白 又又是个好女孩 我爱的 我知道她也爱我 但现在这样的结果 也许是最好的 我可以专注地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 她可以去实现她的梦想 如果有缘 也许还会在一起 如果没有 就当前面有发生过 我明白了 只希望这件事 可以赶紧结束 你跟悠悠的缘分 还没有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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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这是我要这里的甜点师傅 为你量身打造的 来 我来喂你 好漂亮啊 好吃吗 好好吃 那你多吃点 嗯 宝贝 嫁给我吧 哎 哎 哎 你好 老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为你定制甜点的师傅 她叫刘大良 你好 师傅 您好 我叫刘大良 不知道您满意吗 满意 快请坐 妈 你还真会挑时间打电话呀 刚刚小叔答应我的求婚了呢 太好了 昨天你姐姐还从美国打电话 来问你一小时候的 那我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姐 别管你姐什么时候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呀 最近我和小叔都很忙 这边的同学也都约好了 说要一起庆祝呢 那也得回来呀 你爸天天念叨你们 你得还说你们结婚时候的仇话 找酒店 她全包了 婚礼我姐都全包了 丑心姐在玩 媳妇回来吧 好的 好的 让我想想 老婆 我妈想让我带你回去 但是 还是回去吧 你能回复过来真好 这样让我的愧疚也能少一点 而且我们现在又拿到了 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证据 这是什么 这叫赛翁失马 言得非福 是不是 嗯 金律师 真的谢谢你 善是善 恶是恶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律师 更需要坚守这个原则 可惜 以前我太自私了 别这么说 金律师 我们离成功不远了 要往前看 对 往前看 证据差不多都齐了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还不到时候 再等我一段时间 等我把手上的这些材料 全都整理好 详细地做一份书面资料 争取到时候呢 我们 意气之命 好 欧阳江海那边随时都可以 放心吧 这种人一旦发现 自己被所谓的意气欺骗了 他会疯狂地反扑的 我们等一切都稳固以后 再让他出面 让他作为唯一的证人 指认唐富山 金律师 最近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应该的 涛总 怎么样 签好了 怎么没签 那个 对不起啊 涛总 我 你不要搞错 这种聚会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我知道 陶总 我非常感谢您 给我这样一份合同 我知道这份合同 对一个甜品师来说 它有多么重要 我感谢您的信任 陶总 我很热爱我这份职业 我 我真的觉得 谢谢您 可是 我的家在杭州 我爱的人也在杭州 我的心 是属于杭州 所以请您理解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谢谢您 陶总 好 我支持你的选择 谢谢您 谢谢 这么晚 谁来啊 肯定是送发来看你了 快 去开门吧 啊 怎么了 悠悠 谈恋爱 那又不吵架 不红脸的 去吧 好 想我吗 我 阿姨 大梁 快坐 快坐 大梁 你怎么回来了 我实在是太想你们了 我不信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能有什么事啊 不是那种一心追求事业想的 真的 我特别想你们 我想悠悠 想你 想小乐 所以我就必须得回来 而且我回来之后 这一下飞机 精神气爽 我就觉得阿姨 我突然间发现我自己 就不适合给别人打工 我就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量 你呀 你呀 还好 我没把你的那甜品店租给别人 跟你留着呢 必须留 阿姨 这回我肯定是不走了 我打算在这儿好好地开店赚钱 取妻生子 你要留下来 留 一定留 因为我叫刘大梁嘛 真的 真的 肯定不走 别玩了 不是说刚刚那个人吗 门 开着呢 有贼 不用命了 门 开着呢 走 走后面 能行吗 我恋了 开着呢 大贼 我还没想起来 我还没想起来 我都找起来 我没有想起来 我都帮我 我都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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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了 快给我拿创帖去 回去 你小夏手挺黑啊你 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不是你是谁 小乐 怎么还没拿到呢 我去看看啊 在家 在家 我跟 男人 一起睡 谁啊 小姐 您的快递 快递 我有快递吗 什么快递啊 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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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回来了啊 爱心快递吗 进去 进去 你是为我回来的吗 您说是就是 说实话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 你屋里有个男人吗 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翻窗子跑了 翻窗跑了 你们家住几楼来着 你今天打扮 挺洋气的呀 脑门上这是什么呀 昨晚回来比较慌乱 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摔了一跤 就摔成这样 地没事吧 我看看 不不不不 这这真不用 一看这事就大了 这真不用 挺好的 说吧 为什么回来 沈悠悠跟凌重凡 不是出了点事吗 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你看你 人想来会吵架你就回来了 你谁呀你凭什么 你至于吗 你分得金属金属重吗 我不说了 气死我了 别别别 我气死了气死了 不是不是你别别气死了 大梁啊 你是一个好人 大事 可你一好的时候 太让人生气了 你 你说你妈 我跟你解释了 你看你怎么还 我蠢吗 我蠢吗 绝不蠢 你就不能说一句 我爱听的吗 这次回来 还走不走 那个 暂时不走 这可是你说的 从今往后 你就是老娘的人 一辈子跟着我 跟着老娘有肉吃 听明白了吗 老娘小姐 你好像到上班的时间了 好 老娘去换衣服 你送老娘上班 好嘞 那个 你跟我说说那林颂帆 到底怎么回事 这小子是不是有毛病呢 林颂帆觉得他长痛不如短痛 又又觉得林颂帆在利用他呗 那为什么不能聊一聊啊 谁也不愿意见谁呗 怎么聊啊 你说这样好吗 这样多不好啊 反正我是没办法 你回来了肯定你有主意 我就服了 怎么就不能像咱俩 不如好好的不好吗 非得闹 又离不开对方 那你要是没了我呢 我是说如果有一天 我不愿意见你了 你会怎么办 那我就去找你呗 我给你唱一段二人转啥的 我那么活力四射 那你要是不想见我呢 那不可能 那你舍不得我 老舍不得了 宝贝你真棒 拿着 请 好好开车 请着 好好开 来 先生你好 需要什么菜 金玉满堂 西湖醋鱼 来 再来一个青菜 芥兰 再要一个重庆辣子鸡 这不要 要一个板栗鸡堡 好了 就这样 好的 请稍等一下 嗯 怎么辣子鸡也不想吃啊 怀孕期间少吃这个 不生气了吧 你花时间陪我 就不生气 我听人说 怀孕期间都容易挑食点 想吃什么 咱就吃什么 不过先过我这一关 真的 那我明天想吃火锅 这还是算了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短时间加热啊 肉里的细菌很难杀掉 所以啊 怀孕期间这个 尽量避免 什么谬论呀 你自己编的吧你 什么自己编的 你是书上看到的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就是我精心 饲养的大熊了 我说曹文庆 你到陈衣专家了你 那还不是为了咱们喊 孩子好啊 你惦记孩子 那你今天怎么跟个 没影人一样呢 反正咱们吵也吵了 闹也闹了 你再也不抓紧时间 想办法 我这肚子可就越来越大 知道知道 姐姐都知道 这样 咱们现在吃饭 不说这些啊 我跟你说 怀孕期间 借记这个喜怒无常 没办法 让孩子给闹的 要不你来听听 现在有动静了 我说曹文庆 没动静你就不能听听我呀 能了能了能 太能了 来 听听 你听不想听不想听 白眼狼了你 听听听 嗯 就知道 相爱没那么 好 简单 两个人的爱 就让我们两个 承担 现实中太残酷 太难 想要是 却重隔不断 努力再多一点就 再没有人能将爱 去打败 来 吓我 鸣鸣 这花园真的变成一个 藏着秘密的花园了吗 是不是 每个人都应该藏着秘密 每个人的秘密 都应该只属于自己呢 宋返 我真的很想你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有你的青 你还会来这里吗 没什么 两个人的爱 就让我们两个承担 现实中太残酷 太难 想要舍却终割不断 努力再多一点酒 才没有人能将爱去打败 我不管天崩地面 何年何月 到底就毁灭 只要你每天醒来 在我身边 那个我出一趟啊 有点事 干啥呢 在这儿傻乐什么呢 我问你话呢 你傻乐什么呢 你这脑子不疼啊 到底有什么事赶紧说 别神秘兮兮的 刘晓律 什么事说 刘大良呀刘大良 不是粉姑娘说你啊 是谁心心百分地出去床 这才几天也就颠着颠着回来了 你丢人不不 不丢人 是谁说自己的世界在北京来着 又是谁说看到别人幸福 自己就满足来着 是谁呀 你猜呢 我不知道呗 傻子 我削你啊 我告诉你啊 说正经吧 哥 咱们这甜品店准备 什么时候重新营业啊 得过两天吧 过两天我跟你说 你得帮我啊 一块儿进进货忙忙忙 在你学校不忙的时候 好呀 我陪你一起去进货 就是我有个事吧 想跟你请教一下 请教我 对 请教你 我还能有事让你请教 说来听听吧 我跟您汇报一下 这个 这个事吧 其实就是这个 你跟唐嘉一吵过架没 吵过呀 你们俩怎么和好的 那能告诉你吗 你不够意思 你跟我说说我是你哥 瞧你点出息 你是为悠悠的事吧 你说他俩老这么僵着 不能回事 对不对 你老揪了过去不放 能有未来吗 你可以让他们俩出去玩一趟啊 不是 这办法倒还凑合 就是 关键他俩现在这个状况 都不说话不招面的 我怎么怎么 怎么把他俩往一块儿弄啊 我们可以给他们制造机会啊 制造什么机会啊 浪漫的机会啊 制造浪 平凡之宗制造一些些浪漫 思思点点浪漫堆积着情感 病啊 跟班跟班跟班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我出去办个事啊 你干吗去啊 我还 你帮我把那屋里就收拾手势啊 你觉得这 这合适吗 我怎么听得有点悬呢 什么叫合适吗 这实在是太合适了 就算有什么不妥 也没什么损失 说得有点道理啊 我跟你讲 我们年轻人啊 有时候就需要这么贴心的台阶来下 我们年轻人 其实是很要面子的 没你说的这么简单 林送凡我了解 是是是 我知道你了解 当初你们俩的关系多特殊啊 吃醋了啊 没有啊 好啊 怎么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连这点醋都不吃 不是不是那个那个我我我我我吃 我我我吃我吃 你是不是男人啊 这醋你都吃 姐你到底让我吃还不 从你来解我不玩了 那你别玩我了 我求求你了 跟你闹着玩的嘛 干吗这么认真啊 我跟你说 我有个好朋友在旅行社上班 要不让他们留意留意 给他们俩弄个短期旅游团怎么样 狗 就让他们两个在风光秀丽的旅途中 尽情地约会去吧 我说 你什么时候约我呀 那个这个 你们家WC在哪儿 我去自己找找啊 怂死了 我去都那哭了 我去都那儿 我去都那儿 我去都不想说 她就给你教呈一下 我去自己问我 你去找你如果找人 你去找你什么啊 我去找你 你找找你 我去找你 你找你找我 真没有骗你 悠悠那性格你还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人家姑娘家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约你一次 你可不能让人伤心 听见没 得去 我 别再拿祸祸叽叽的 你担心那些点我都知道 人家姑娘怎么了嘛 没怎么 就是约你出去散个心怎么了 我知道了 别光知道 知道顶个屁用啊 得去 我跟你说 这可是悠悠交代给我的任务 必须得完成 听见没 是不是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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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马 没问题 坞 好的 好好的 洗筋过去 得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悦哥 悠悠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 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林宋凡就是他吧 林宋凡想跟你道歉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个悠悠 就是 你要这样的话 那大梁哥就得说你了 我跟你讲这个男女之间 能有多大事 还能出什么深仇大恨呢 不是当时吵吵就 翻篇了就过去了吗 对不对 过去就过去 就别往心里边记仇了 而且林宋凡吧 就是特别有诚意地跟我说 就想想想 要你明天跟他一块去苏州那个古镇 去旅旅游 你看这人的姿态 这姿态多好 你得去 大梁哥 我不想去 不是 悠悠 就是林宋凡吧 这回特别有诚意 他来找我 我本来不想答应 但是这个 你知道他那个 你看一弄那个 楚楚可怜的样 对 我就心软了 我一心软我就答应了 大梁哥 我真的 不想去 看看 不是 你先看看 他票都买了 我跟你说 悠悠 这么说吧 大梁哥保证啊 如果这小子 再跟你耍混蛋 我去削他一顿 咱就不搭理他了 咱再也不理他了 行不 你这回给他个机会 你再不计 你能自己去散散心啊 咱为自己好不好 你看 这就对了嘛 皆大欢喜 这才是我们心地善良 心胸宽广的悠悠 我跟你说啊 悠悠 你一定要去啊 这样大梁哥就放心了 好吗 好 我店里边这刚开业 还有挺多事的 我先 我先回去 一定要去 那我走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明天到底去不去呢 爸爸 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已经打定主意 从此 再也不理林宋凡了 不过 为什么现在却这么犹豫 我真的是很没出息 林宋凡有太多的秘密了 我无法进入他的世界 可是 但是 像小乐说的 谁又没有秘密呢 来 尝尝 喂 我 你都多大人了 我自己吃 别烫着 别烫着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好吃 宝贝 你们放 成功 来 你多吃点 烫啊 慢点吃 你哥是不是加了芒果 冰果 真不聪明的你 我很喜欢吃 真的 那你贝泽做给我吃好不好 那次那个那个 就悠悠跟林宋凡的主意 我想得不错吧 是不错 从哪儿学的呀 以你的情商肯定想不错 太小瞧我了吧 虽然我没有吃过鱼肉 但总骑过马跑吧 你说他俩见面 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肯定都以为是对方 把自己约出来 我知道 悠悠一定会 是你 林宋凡就会 是我 然后两个人 就会开心得不得了 笑得不得了 然后音乐相起 让我们红尘做班 活得潇潇潇潇 怎么奔弓 向人世饭话 对酒当个 俗 俗吗 俗 不管他俗不俗了 反正在车上那种长时间 不管有什么误会什么事 都白皮 不管怎么样 他俩把误会说开了就好了 没错 你 出来 对吗